知道大家有沒有看TVB的台興劇名回望族 其實播映以來在網上也有很多網民投訴 說這套電視劇集太重口味 由於男主角是六十多歲的重歌 面對著一群年輕女像江蕙兒、楊兒 跟她一起做親熱戲 所以令到一些網民不太習慣 所以經常都投訴 說這套電視劇集的親熱戲太多、太重口味 由於是這樣 所以令監製有少少措手不及 要將後面一些比較重的親熱戲全部剪掉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最近在看 我可能會覺得這套電視劇集 剪到有些知靈破碎 搞到好像沒有了江蕙兒、韓瑪麗 甚至乎陳玉年的氣氛 原來背後都有工程下了指 說要剪掉老氣骨的氣氛 究竟為什麼呢? 一起娛樂CSI TVB今年的台慶劇名幻望族 其實收視都算不錯 最高收視可以去到36點 由於戲裏面的男主角是60多歲的劉松仁 戲裏面她有很多太太 大家都覺得她們非常年輕 相比起劉松仁 例如40歲的江蕙兒 30多歲的楊兒 和劉松仁都有很多親熱鏡頭 令到一班網民就覺得這套電視劇集 非常之重口味 而且看得有點不太習慣 所以開播以來的頭10集 都收到很多投訴 所以監製有見及此 就將後面的20集比較親熱的鏡頭 全部都剪掉 剪到好像有些知靈破碎 令到一班演員都覺得有點心痛 其實熱剪掉的親熱戲 又不會影響劇情 不過最奇怪的就是 如果最近有戲看的話 你差點都忘記了 戲裏面原來有江蕙兒 有阿韓那里 差不多好像連她們的紋氣 都被剪到碎濕濕的 根本江蕙兒今次在 《名門望族》裏面的演出 是非常之四壽關注的 還說她今年非常之大機會 獲得這個女配角獎 不過好像在這五、六集裏面 很少見到三太江蕙兒的演出 原來她有很多的戲份 都被監製剪了 連江蕙兒身處在英國拍的《衝上雲燒2》 她都說覺得非常之心痛 因為自己很多的紋氣都被監製剪了 都說現在套劇好像一塊塊一樣 原來有知情人士就說 高層就覺得今次在整套戲裏面 希望可以捧紅朱神麗 大家都知道朱神麗是上屆的港姐冠軍 原本她的角色是法拉做的 不過法拉突然之間遲演 就找朱神麗去做了 其實監製一直看著朱神麗演戲的時候 都已經知道她廣東話又說得不正 演技非常之有亂的了 其實她自己心想就說 如果要剪戲就剪掉了 放多些江蕙兒、韓瑪利 但是高層就說這套戲就希望可以捧紅朱神麗 所以搞到監製不敢剪她的戲 唯有剪掉三太、大婆 甚至乎陳玉年的戲都被她剪掉了 監製說就著這件事她都沒有辦法 她不能夠跟一些演員去交代 她說所有人都做過新人 新人的時候的演技當然沒有那麼好 就算江蕙兒和韓瑪利都有幫朱神麗 她就說其實她這次的表現已經算是好好的了 就算哭的時候都沒有用任何的眼藥水 全部都是自己哭出來的 朱神麗都說知道網上有很多人批評她的演技非常之差 自己都不開心了很久 但她說現在更大壓力 因為個個就不剪她的戲 反而剪掉一班老氣骨的戲 令她的壓力越來越大 說這麼久 是時候白晉公投 今天白晉公投的題目想問一下你 你又覺得朱神麗的演技怎樣呢? 將你的意見去到白晉娛樂的網站 Click up討論區把你的意見發表 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 聽同樣時間再見 拜拜